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现在在挑战自己 先吃点早餐吧 吃点早餐在这一看圈去 没想六点多天还这么黑 看有什么吃的我 吓死了 胆子小的人真的就不适合出来 它这有云吞面 果调汤还有米粉汤 那你好给我来一份云吞面吧 可以云吞面 对对对在这吃 有宽田水吗 有水吗 有啊有咖啡 奶茶 美露 好好好那我先坐这里吧 可以可以坐坐坐 这个就是云吞面吗 哈哈 好谢谢啊 我的云吞面好了 这是我的云吞面 它一会再给我来一杯冰的咖啡 为什么这边天亮的这么慢 今天真的吓死我了 越走越恐怖 越走越恐怖 但是海边和美食太幼狗了 尝个这个吧 一杯冰咖啡 一个云吞 又加了个手机呢 花了八块当即六价 还可以 差一个鸡蛋我就齐了 后边一个小猫咪 特别乖 你看到吗 小咪咪 可乖了 天马上快亮了 我要赶紧吃吃完要去海边出发了 昨天我们房间有一个人特别吵 他们前天让我那个朋友就没睡着 我朋友真的一晚上没睡 去一楼大厅开上机去了 昨天是我最困的一天 昨天十点都要睡觉 到凌晨两点多他们回来了 那几个女生还好 有一个男生是导火的 就是老窝那边的 说话声音特别大 我就特别生气了 我说你们弄小二爷吗 我带睡觉 突然世界就安静了 哦 谢谢 谢谢你哦 第一次见这种呢 第一次见这样呢 不会腥吧 尝尝一下这个鸡蛋吧 好 幸亏不惜 好说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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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已经到海边了 真的 快看到海心情特别开心 哇靠 好像画一样 我给你们展示一下 不是吧 不是吧 我好幸运呢 哇 感到好不不 感到巧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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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慢慢享受大自然给我的东西 其实有句话怎么说 很多人都是这样说的 说你在一个地方待久了 你不会觉得还特别好看 确实是这样子的 你对我来一个游客来说 我觉得我每看到一个地方 哪怕看到一个建筑物 对我来说都特别的稀奇 你比如说海边能给我的那种 浪漫吧 不说 就是那种震撼 也就是你看这种云朵 多漂亮 有黑的 蓝的 红的 粉红的 我昨天晚上常 在梦中醒了 不是梦中 梦中想像这个场景 想像好几次我在这坐着 但是 梦到自己体重超飘 然后从上面掉下去了 就是唯美的画面 变成另一种画风了 跟我一块好好享受一下 大早上的阳光吧 太阳快出了 太阳 这边 我刚才刚给我日本人那个朋友 打电话问他来不来 他今天就要离开这 要回新加坡了 然后 我俩开个视频 但是没听懂他到底来还是不来 反正我自己先享受一下 美丽的大自然风光吧 什么声音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大海就是我故乡 海边出生 海里成长 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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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累啊 我就是行走的自拍杆 任务结束了 今天的大海我已经看到了 你们还满意吗 我是很满意 所以我要回去了 Let's go 我特佩服啊 这个昨天从这经过的时候 就有人骑摩托车过来了 哦我天 我这种体重的人 从这过来我都害怕 他骑摩托车的都不害怕 真的是给他的勇气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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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吃点东西去 还是有一点点饿 又从这条小巷子过 咱就是说一点不害怕 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可害怕的 是不是大男子 是真的怕 早上从这过手 乌漆马黑的 我总觉得这个东西 得跳过来 吓 昨天好像这还有一个恐怖的一个什么 一个博物馆 一个什么东西 就是买门票都能进去 吓死了 胆小的人不适合面对黑暗 只适合面对光明 就是这里 怪物博物馆 昨天一打开门 有个僵尸 有几个僵尸在外边处着 吓死我了 就是这里 吓死了 虽然我知道它是假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害怕 兄弟们 听我的 早上一定要不要吃云吞旧的 那个咖啡在一块 我现在肚子已经开始疼了 我咖啡要加冰的 还吃了一个半生不熟的鸡蛋 难受死了 先上厕所 再去吃东西 上完洗手间 出来了 现在我要再去吃点东西 早上吃了那么一丢丢 感觉没有吃饱 现在经过了一个市场 到处都是一味 好幸福 这个味道越来越浓了 我想住 我咖啡 我咖啡 这道好难忘 我是 不是很喜欢吃海鲜的 好 来到一个市场 这里走一走吧 我要戴上我的口罩了 看看有卖什么的 转了两套 老板他们家没有祭司粥了 然后我说不要了 转了一套就转回来 老板出我一笑 我估计老板心想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 哈哈哈 要了一个果条汤 过多放些辣椒吧 辣椒 对加辣 加辣 这边放给你的 那个这边有茶吗 有卖茶的吗 他会来问你的 他过来问我是吧 对 他会来问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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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自己加辣椒 要什么等着等着等着 啊 啊 你看 你看 你应该来哪 啊 应该来你 对啊 好 哈哈哈 哈哈哈 他一直跟我说 坐吧坐吧坐吧 坐吧没关系 那就先坐吧 再弥补一下 早上没吃饱 你说人家干这个就是不一样啊 我要说说 小样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不用我叫你 哦 我的美味的 火调汤 他给我放了很多辣椒 我已经看到了啊 看到了看到了 看到了 OK 哈哈哈 谢谢 好 慢慢吃 好 谢谢你 好 你喝什么 还不是过来问我吗 你喝什么 我想喝绿茶 绿茶 对 两杯 绿茶 冰的 冰的 绿茶 有什么呀 给我们有我们庶民那个 我不 柠檬茶有吗 蜜糖柠檬 啊好 蜜糖柠檬 要热就冷 冷的两杯 冷的两杯 蜜糖柠檬 好 多少钱 我给你 我要吃的第二顿今天早上 清汤挂面的 灰果汤 很好吃的嘞 我们尝一下这个肉丸吧 我觉得我这个 我自己玩这个频道快变成旅游频道了 糯糯的 酥酥的 尝一下这边那个茶特色 柠檬什么什么 下本是浅红色的 上本是柠檬水 哇 好冰哦 明天来这吃不了饭了 明天他说他们这休息 休息 明天 有三天是 烧香拜佛的 哇 超级好喝 真的好喝 哎呀好 谢谢 哇 拿这么多钱 哎呀 紧张 拿了一堆连钱 吃完了 刚才有一个和尚 过来给他一下钱 我觉得人家是真的 他们就是真想 不客气 老板 这儿有一个一条街 就是 一条街上有三个不同的庙 有一个印度庙 离这儿近吗 这叫和谐街吗 离这儿近吗 对对 极乐寺那边 这叫和谐街是吧 极乐寺 那边叫极乐寺 极乐寺 极乐寺 好好好 拜拜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嗯 再见 拜拜 极乐寺 真假的 有人跟我说和谐街 嗯 那我们出发吧 回去 你怎么告诉你吗 吃饱了 吃饱了 喝足了 已经很开心了 要回去睡觉了 海边我也看到了 日出我也看到了 早餐我也吃了 它是裸条汤 裸条汤 不是裸 裸条汤 那我还吃什么 为什么追求它 睡觉 从明年开始 我刚刚在冰城 正式减肥 真的 这边吃的为什么这么多 我就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住那个房间 那里有个送外卖的大哥 我就知道为什么 他们的送外卖生意就不太好 因为你楼下就有吃的 你说你点什么外卖 咸的吗 对吧 你说在中国的时候 那肯定会点外卖 一 有可能楼下不同方便 二 就懒得动 就因为楼层比较高 对吧 这时候可不是 又没有高楼 然后一下楼就能看得吃的 你说你还不下来点 而且你在家买便宜啊 所以我就理解这边 想减肥 不可能 不可能的